现在到了下午四点钟了 白天的话做了六个顾客 现在店里自己的伙伴在染颜色 然后等到晚上看忙吧 现在到了晚上六点半 我们吃晚饭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吃什么菜 黑木耳炒肉 白菜冰刀茄子 吃这个小炒茄子 大家吃的不一样 现在我们已经吃完晚饭了 希望晚上忙一点吧 加油 现在到了晚上了 有个在染颜色 里面有一个在洗头 二楼的现在也都在忙 这个按摩房里面 我们33号在按摩 这边有两个在洗头 现在店里越来越多 有点忙了 33号出来了 里面现在前途都已经超班了 我这个店到晚上的话就非常忙 白天的话都没什么惹 主要就是官内下班 走到这里来居住 在家附近工业区的下班 所以晚上也就稍微多一点 这两天我店里的声音还可以 都是比较忙的 礼拜一 今天礼拜二 这几天 就是晚上就比较忙 今天做了一天的单 白天就做了五六个客人 晚上的话就一直忙 这里厚厚的一绝全部都是 所以说这两天声音明显的好了好多 挺开心的 这个是我们店的33号 98年的小美女 业绩做得很高的 今天业绩做得怎么样 还好 来我们在我们这里干了 已经一年多了 最厉害的 对 卸妆准备下班了 给大家看一下 老员工来的 干业绩很猛的 现在已经下班了 准备回家了 我们店的这个33号美女 她是98年的 年龄很小 22岁 在我这里 跟我干了一年左右 前几个月 是一直处于亏损状况 但是员工跟我干了一年左右 我把他的工资涨了一千块钱 我觉得员工 居然跟我干了这么久 不管店里亏钱 还是挣钱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 对他比较好的 收入工资 都帮他涨上去 这样员工跟着你干 才会有动力 才会实情他地在干 还有我们店的那个 13号美女 她跟我一起做了大概有四年 在我们这个店 一直在做 所以说我们对员工一般都不是特别差 不管店里挣不挣钱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员工挣到钱 员工挣到钱之后 公司才能赚到钱 如果员工都挣不到钱 公司赚钱 那员工肯定也不会给你干了很久 所以说我的观点 所以说我的观念就是宁愿公司 从亏审装馆 我们也要给员工加工资 让他们更安心 更安稳地在这里做 这是我的一个观念 所以说我是一个非常懂恩的一个老板 所以说只要员工跟我一起干 我们首先一定要保证员工 在我这里上班要挣到钱 所以说特别像我们店的一个13号 跟到33号 这两个美女 她们每个月的工资 大概有8000多到1万 所以说我们给员工的提成也比较高 70%的提成做美容项目 所以又跟他们加多了1000块钱的底薪 所以说这样就让员工更有动力 更安心地在这里上班 就会把我的这个店铺当成家的感觉 大家就谈结一字 虽然今年对我来说是很难 每个月都处于亏损状况 但是不管亏钱也好 挣钱也好 但是我们还是优先的保证员工的工资 不能亏待他们 因为我觉得一个员工跟你三年五年 真的是有心在这里为你做事 所以说这点我确实很感动 但是我们作为老板 我一定不能让员工跟着你一起干 收入变低了 而寒了他的心 所以说我们就争取努力 让他们收入越来越高 其实员工工资真的越高 我们越开心 因为他给你创造的价值就更大 所以说年龄都不是很大 但是做事干活做业绩 挣钱都是非常强烈的 视频分享到这里 大家给我点个赞吧 大家给我点个赞吧